內地花彈楊子去年就憑著熱爆劇集《長相思登頂》 還帶起劇中幾位藍對手成為人氣王 風頭一時無兩 但那部劇第二季在上個月開播之後就告開低酒 被轟內容剪到支離破碎之外 幾班粉絲亦都因為自己偶像的氣氛分配不均而剪開馬戰 身為大女主角楊子亦都被指演技搞不定 更加被指撞仰韓國女星宋慧喬 令到她的愛貌再次進化成為熱話 不過楊子就似乎絲毫未受到影響 反而越鬧越旺 事業方面影視齊齊飛 除了四部作品入圍今屆金鷹獎初選名單 下一部劇集作品將會是背重飛的劇集生命樹 以及賈令執導的新片轉念花開 鑑於長相思第二季挖鐵路 即使現在人氣未受到影響 但楊子明白新作絕對不容再失 知道生命樹劇集出品荒有資金壓力之後 她就立即分身力撐 除了不介意持收片酬 更動用自己所有資源 主動遊說代言品牌為劇集投放廣告 亦都親身幫忙找男主角 近日就敲定由胡哥出任男主角 有粉絲認為楊子手道搭檔胡哥有新鮮感 期待兩人拆出火花 早前胡哥就憑著繁花再攀事業高峰 讓之有望借對方之力救忙之餘 還可以重振收視保證女王地位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